第1041章 红秀气炸了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世界上没什么人能有如此强大 红秀不敢置信的大喊 认定父亲通天教主就是在骗他 通天道圣是他的大师兄 也是通天教主最强的弟子 看上去不起眼 但却是威名赫赫 恐怖至极 反正几乎就没遇到过对手 但竟然被人一巴掌就拍死了 还有通天塔也是最顶级的鸿蒙圣宝 是通天教的镇派之宝 从来都是碾压一切 镇压过无数的强敌 任何门派任何教派 说起通天塔都要颤抖和恐惧 竟然被人一招就斩成了两半 而那个家伙正躺在堂椅上 却仅仅就是一个大道圣人 而且还是初七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境界可做不了价 他怎么敢相信 区区一个大道初七圣人 能强大到如此地步 虽然说他知道 有一些大佬的战力 是不亚于他的父亲通天教主的 甚至可能更加强大 但他们都是天道圣人 小姐 教主没骗你 说的就是真的 通天道圣真的被他一巴掌就拍死了 酒店经理一脸认真 把发生的事情的过程 都细细地说了出来 竟然是真的 父亲出现在这里 竟然就是想要杀死那个少年 但不敢出手 被他吓唬住了 不对 是被张浩那个坏蛋吓唬住了 红袖深深的醋眉 脸色也在快速地变换 一会儿红 一会儿白 一会儿青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处境 进退两难 生怕张浩说的是真的 那少年真的强大至极 能杀死他 又怕张浩是骗他 说的是假话 若是就这么认输 赔礼道歉 送出女儿 岂不是就成了天大的笑柄 怪不得父亲让他马上回来 就是要让他去试试对方的实力 自己是女人 而且是绝世美女 逐天万界第一美女 也没什么错误 他是男人 即使真的无比强大 但也应该不会下死手 那就可以随机应变 至少不会死人 否则 这一次的危机很难度过 父亲位高权重 站在巅峰 那是绝对不能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败的 而且是被一个境界如此底的少年 好 我去试试他的实力 红袖一咬牙说 他轻轻地走了过去 很快就来到了张通的面前 用奇异的目光打量他 看上去很普通 不过 还是比较帅气的 而浅宇和胡仙还在伺候他 丝毫也不理会他 仿佛当他不存在 少年也是闭着眼睛 似乎在闭眼养神 显然 他是真的不把通天教放在眼中 也丝毫不担心什么 至于红袖来到眼前 他当然是知道的 但并不想理会 其实他就是想要看看 通天教主如何处理 这女人过来到底是干啥 若是头怀送抱 他真能放下这个脸面吗 若他真能 那他也不好意思 一巴掌拍死通天教主 而在理智上 斩草就要除根 他是倾向于杀死通天教主 灭了通天教的 至于是不是该杀 是不是有为道德 统统不在考虑范围之中 到了他这样的地步和境界 早就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了 早就丢弃了 就是凭借心意 随心所欲 想干啥就干啥 想杀你就杀你 没什么理由 或许通天教主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不敢轻易动手 因为一旦打不过 那下场就是死 送出女儿化解仇恨 才是最好的办法 至于别人会说他怂 不要脸什么的 那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那个超级强大的少年 如今是他的女婿了 真正的智者 只会钦佩和膜拜 钦佩和膜拜他的神奇手段 翻云覆雨 起死回生 这位前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秀 可以认识一下吗 红秀终于开口了 语气尽量的缓和 带着女人特有的温柔 不敢太过激烈 他虽然自信比通天道圣要强大不少 但也没把握一巴掌 就拍死通天道圣 更没办法一招 把通天塔斩成两半 扑 张同还没说话 躺在一边的张浩 直接就笑喷了 看傻子一样的看着红秀 这妞西日可是飞扬跋扈 傲娇狂妄 不可一世 从来不把任何天骄都放在眼中 对于追求他的天骄 也都是又打又骂 轻蔑无比 什么时候如此温柔过 看来 这样的女人还是需要输爷爷这样的大佬 才能征服 实力泡妞就是爽啊 好些慕书爷爷 张浩你给我闭嘴 红秀气急败坏 恶狠狠的瞪了张浩一眼 昔日他从来都看不起张浩 但知道张浩被影印 是诸天万界最顶级的顽红 所以也仅仅就是看不起 不敢得罪 但嘲讽几句还是敢的 因为他也是顶级顽红 现在这混蛋竟然在看他的笑话 张浩不仅没闭嘴 反而疯狂地大笑起来 红秀啊红秀 你也有今天 昔日我是不和你计较 因为我是个有风度的顽固 而你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大美女 但不等于我不计仇 先前我的提议 就能让你万劫不复 我输爷爷 可是能一巴掌拍死你父亲的 我叫张通 姑娘你是 想做我的侍女吗 若是的话 让我放过你父亲 也不是不行 张通睁开了眼睛 淡淡地说 声音可不掩饰 让任何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通天教主也听到了 当场气炸了肺 差一点点就要发作 但还是用绝强的意志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这少年的口气如此之大 若不是超级强大 怎么敢如此说话 我的天啊 这也太牛逼了 太掉了啊 通天教主就在这里啊 带着这么多的顶级高手 他到底怎么敢啊 其余人也都彻底的震撼了 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张通 你 红秀也气炸肺 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年 就没人叫过你 什么叫礼貌 什么叫尊老阿佑吗 你什么你 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没这么多时间 和你们蘑菇 张通冷冷地提高了声调 不要以为你是女人 还有几分姿色 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就会放过你通天教 第1042章 气死通天教主 啊 气死我了 红秀气的脑门都差点炸开 牙齿都差点咬碎 我仅仅只有几分姿色 我是诸天万界第一美女 绝世无双的美 每个男人见到不迷糊 我想和前辈你切磋一下 若前辈 你能一招打败我 我就做你的侍女 红秀压下心中的怒火 心平气和地说 我天啊 红秀这是要赌上他的未来了 不过 这的确很高明啊 这可以示出少年的真正实力 通天教主也定然可以评估出来 是不是要血拼 要不要送出女儿话 干戈为玉帛 有人暗暗地嘀咕着 我应该不是你的前辈 我比你年轻多了 我是这个纪元出生的人 一万岁都没有 张通淡淡地说 我也对你没什么兴趣 所以就没必要切磋了 还是让你父亲来 只要他能接住我一周 就可以放过他 你 红秀又气炸了肺 特么的我喊你前辈 你说你比我年轻 我说要切磋 背一招打败你做你侍女 你竟然说对我不感兴趣 你是真的想杀了我父亲吧 你就这么有把握 背一个不好 把你自己玩死了 我父亲可是真正的大佬 战力无比恐怖的 你的意思是 我不漂亮 所以你对我不感兴趣 红秀气呼呼地说 若你是男人 会对一个只想做侍女的女人感兴趣吗 再漂亮又如何 张通戏谑道 我还真就不想做你的侍女 我压根就看不上任何男人 你也一样 我就不信了 你真的能诛天万戒无敌 你还真就能打败我 今天我和你拼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红秀彻底怒了 失去了理智 拔剑就斩 剑芒千万丈 杀气腾九霄 的确是无比的恐怖 甚至张通还发现 对方施展了特殊的 叠加战力的秘籍 战力叠加了近千倍 可以说非常厉害 反正张通还没见过 如此厉害的女人 比欧阳血燕 还要强大太多 不过 对于她而言 却是一点也不够瞧 她讥笑一声 定 瞬间 千万丈剑芒 定在空中 一动不能动 红秀也定在空中 彻底不能动了 因为时间彻底停滞 她无论如何 也挣脱不了 就如同被做成了 标本的蝴蝶 只剩下了美丽好看 失去了活动能力 失去了生命一样 时光之王 有人惊呼出声 通天教主的嘴角 也是抽搐了一下 她非常的郁闷和憋屈 因为还是没能看出 少年到底有多强大 少年显然是知道 她想试探她的实力 但就是不让她如愿 仅仅用出了时间法则 让时间停止流逝 少年把时间法则 修炼到第九层 大圆满的地步 是真正的时光之王 当然是很强大 很恐怖的 但若仅仅只有这么一招 她通天教主也不怕 因为她也擅长时间之道 把第九层时间法则 修炼到99%999了 仅仅差了那么一丝 就可以大圆满 也就是说 张通施展时间法则 是禁锢不住她的 她可以施展别的恐怖神通 攻击张通 甚至灭杀张通 嘖嘖嘖 你叫红秀是吗 的确有红秀天香的气质 我还是比较满意你的颜值的 来来来 做搁个腿上 张通抬手一捏 凝固在空中的千丈剑芒 也彻底崩溃了 化成了虚无 然后她搂住了红秀的小蛮腰 拉入怀中 红秀还是被时间法则禁锢 一动不能动 所以 气得那是差点吐血了 天啊 这混蛋简直不是人啊 当着她父亲的面条戏她 欺负她 这是在挑衅 可能是通天教主变成尸体 也可能是少年变成尸体 但既然少年敢如此做 她定然是有把握的 这一下麻烦大了 父亲不会忍不住吧 卧槽 有好戏看了呀 通天教主 难道还能忍得住 这老狐狸 估计要发狂了吧 是不是要出手了 所有人都很在暗暗的兴奋和激动 都被张通的胆大包天惊呆了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 通天教主的嘴角直抽抽 眼角也在抽抽 手脚都在颤抖 气得差点崩溃了 综合诸天万界无数纪元 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何曾被人如此欺负过 那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真就以为能吃定他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行 我不能鲁莽 他取出一个手机一样的法宝 当然就是声音属性的混沌领宝 不是要攻击张通 而是开始点头哈腰的打电话 东哥 你好啊 我是通天教主 有事找你呢 你不是很喜欢很欣赏我女儿红秀吗 但他现在被人欺负了 被一个少年 卧槽 张通和张浩 当然都听到了 都目瞪口呆 特么的通天教主太狡诈了 这是想要把女儿送给张通 这下有点尴尬了 我是不是该马上离去 张通摸着额头 急速的撕存着 但还是没有动 继续听通天教主打电话 什么 你马上过来 要多久时间啊 半个小时 就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要这么久 什么 你在泡妞 约会还没结束 那好吧 等你半个小时 通天教主点头哈腰的说完 就挂了电话 也不理会任何人 继续闭眼躺在那里 似乎根本不在意女儿红袖 被张通欺负了 张浩 怎么办 这一下 张通真的慌了手脚 半个小时后 张东就会赶到了 我也不知道啊 老祖宗那可是泡妞大宗师 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泡妞了 张浩说 他喜欢红袖是肯定的 因为红袖那可是 诸天万界都顶级的美人 只是他和通天教主 也算是认识 而且喝酒过多次 他不好意思 泡通天教主的女儿 但现在通天教主 把女儿送他 他当然愿意收下的 通天教主 也配做他的岳父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 张通莫名的怒了 非常的不爽 通天教主 这鸟人如此狡诈 今天我就狠狠地羞辱你 我就不信你忍得住 他马上就放出了 用通天塔链制成的万古塔 其实和以前也没太大区别 他怪笑一声 搂着红袖就进了他 然后就响起了 红袖惊慌恐惧的声音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第1043章 万界天君 这一下轮到通天教主头大了 眼皮也是在疯狂地跳动 额上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现在对他是一个天大的考验 虽然他求助了张东 张东答应过来 但却是说半个小时之后 言下之意 就是要他坚持半个小时 保住红袖不被欺负 若他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到 那也太无能了 也没资格求助张东了 即使半个小时张东赶到 若红袖已经被侮辱了 张东也不会帮忙了 所以他的计划 也就彻底地落空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少年如此的难缠 真就是愣头青 不知道张东的恐怖实力吗 不过通天教主还是没有亲自动手 去解救红袖 而是又开始打电话 万界天君 我是通天教主 你能不能帮我对付一个人 我给你一直想要的东西 绝不食言 好 对方答应了 几乎同时 咔嚓一声巨响 天空被撕开了一个裂缝 一鸣戴着金色面具的巨拨 从中走了出来 那气势看上去太恐怖 太吓人 一看就是一个恐怖至极的杀手 也的确如此 万界天君这外号 虽然很好听 也似乎很正义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恐怖的杀手 接受任何委托 只要你给报酬 他就愿意帮你杀人 无数年来 从来都没失手 也就是说 他的实力 可能就真的能碾压诸天万界 所以任何人都不敢招惹他 幸好万界天君 就是一个独行侠 独来独往 也不建立门派 更没组织 杀人也有规矩 必须是那些超级强大的 不亚于教主的恐怖存在 太弱小 他反而不杀 他只杀顶级强者 人呢 万界天君一过来 就看着通天教主问 我还有事 必须抓紧时间 就在那塔中 通天教主说 若你没把握杀死他 就给我拖延半个小时 通天教主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杀人从来不用半个小时 最长的 也只用了三分钟 这世界上 没人能抵挡我的攻击三分钟 万界天君冷笑道 然后 他就一步跨出 来到了万界塔前 冷冷的喝道 出来受死 有人让我 来拿走你的小命 你是谁 张通从塔中走了出来 红袖也还是被他 搂住了小蛮腰 似乎并没有被欺负 至少衣着完好 还好 这小子其实也怕 就是在施展手段而已 真以为我就没手段 通天教主在心中冷笑 只要挨过半个小时 东哥赶到 那不管 你有何等的强大 也必然会化成积分 那可是无敌的战神 万界天君 万界天君上上下下地 打量张通 竟然还是一个大道圣人 初期 你真的很强大 连通天教主 都不敢和你单挑 让我来杀你 你知道我这个塔 叫什么名字吗 张通也淡淡地反问 他叫万界塔 意思就是碾压万界的塔 恰好你叫万界天君 这兆头不太好 我看你还是走吧 否则 你可能就要买骨于此了 卧槽 好大的口气啊 既然不把万界天君 都放在眼中 他是不是从来没听说过 万界天君啊 众多看热闹的人 都莫名地感觉到荒唐 也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万界天君太有名了 甚至比通天教主还有名 或许连张东 也没看名气大 实在是因为 他光明正大的 杀过太多恐怖的存在了 他杀人也从不掩饰 就是说 接到了任务来杀你 你准备好棺材 然后就把人干掉 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准备 不管你找了多少的朋友 都没用 都会被他杀死 他拥有着无比神秘的神通 似乎他永远也不会败 书爷爷 你可要小心 万界天君非常强大和恐怖 他擅长的 其实是死亡之道 杀人越多就越强 他有一把刀 可能是邪恶无比的法宝 似乎可以吞噬别人的法力 也能吞噬死人的法力 所以积累是越来越恐怖 到今天已经无比惊人了 张浩的脸色也变得严肃 第一时间就传音给张通 能吞噬法力的刀 积累得无比恐怖了 张通微微醋眉 但却是没任何畏惧 反而来了兴趣 这是遇到真正的大佬了 而且还是一个杀手 什么万界塔 在我的刀下 全是沸铜烂铁 万界天君满脸的讥笑 看死人一样的看着张通 他是真的不把张通放在眼中 杀过无数的大佬 还从来没杀过大到圣人的大佬吗 不过 连通天教主都不敢和他大战 应该也可以算是大佬 他的手中优的出现了一把刀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却是非常的巨大 有着淡淡的暗红色的符文 混沌灵宝 吞噬属性 曾经吞噬过无数的法力 无数的材料精华 张通的眼睛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第一时间就赞叹道 好宝贝 不知道你愿不愿认我为主 混沌灵宝 当然是有气灵的 但要想设服这样的宝物 必须先杀了他的主人 这一点张通是有经验的 但看样子 想要杀死对方 确实有点难 并不是很容易 张通早就发现 万界天军很强大 绝对是诸天万界 最顶级的存在之一了 你找死 吞天刀勃然大怒 猛然就腾空而起 对着张通 就是疯狂一刀斩下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气息 杀 见到吞天刀 竟然攻击张通 万界塔也是勃然大怒 腾起空中 狠狠正向万界天军 也就是说 都用了同样的办法 法宝对付对方 杀 张通的手中 狠一斧斩在刀上 答 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仿佛天地爆裂 仿佛世界毁灭 声音太吓人了 吞天刀向后倒飞 咔嚓一声 刀刃上出现了一个拇指 那么大的缺口 而张通 也是后退了一步 灭界斧却是丝毫无损 灭界斧 那可是精知到本源 外加众多神奇的材料 炼制而成的 布置了大之道阵法 防御能力暴涨了至少600倍 风锐能力也是同样 所以 威力是很恐怖的 当然 仅仅这些 还不足以对抗吞天刀 但加上张通的声声不息 就不一样了 第1044章 恐怖的替死之道 好强 这还是第一个 能抵挡吞天一招的人 何况他还占据了上风 通天教主耸然而今 那真的是毛骨耸然 这少年果然不简单 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 若他晋级天道圣人 那或许也是东哥那样的无敌战神 天哪 太牛逼了 众多看热闹的人 也都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红袖也早就被张通一甩手 落在了躺椅上 他恢复了行动能力 但也如同傻子一样的愣住了 他是顶级顽固 当然知道诸天万界无数的秘密 当然就如同张浩那样 知道万界天军的吞天刀的恐怖之处 曾经吞噬了无双的法力和材料精华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无敌的 当然 能射服吞天刀的万界天军 也无比强大和恐怖 不会亚于吞天刀 甚至更强 但现在张通却是和吞天刀对了一招 略战上风 碰 万界天军的手掌猛然就变成了金色 表面也是出现了无数诡异的符纹 也似乎是一片模糊的金纹 散发出不灭的气息 他狠狠一巴掌 就拍在砸下来的万界塔上 发出了一声惊天巨响 万界塔倒飞上了高空 表面出现了一个淡淡的手掌印 而万界天军却是一步不退 满脸的弹幕 显然他也占据了上风 不错不错 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境界这么低 但战力却是如此强 若你成长起来 说不定真能和我抗衡 不过我万界天军要杀的人 从来都逃不过 所以对不起了 我只能送你上路 万界天军用惋惜的目光 看着张通 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张通却是发出了鼻的冷笑 待死之道而已 我杀得你崩溃 你就会死得无比凄惨 待死之道 也是三千大道之中的冷门之道 几乎就没人具备这种天赋 诸天万界也没提升天赋的药材 因为待死之道理论上而言 是真的能永远不死 你杀死他 代替他死的 可能就是路边的一棵小草 你不可能杀死诸天万界的小草 即使你呢 还有无数的动物 都可以带他死 刚才万界天军就是施展了待死神通 让一只小鸟代替他死了 所以他安然无恙 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若是别人 或许是认不出这些神通 但张通例外 张东可是把三千大道都修炼完美了 留给张通的修炼辅助仪 当然就知道三千大道是什么 也一眼就认出了代死之道 从而告诉了张通 而张通也很快就明白 代死之道和转移之道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禁忌的道 反正自己遭受重创 都可以转移 或者找替死鬼 所以 代死之道也叫替死之道 可怕的是 有很大可能 替死之道 是可以让敌人替死的 若敌人非常强大 一下子就杀死你 但替死神通施展 那死的就是敌人 所以 这比转移之道要恐怖一些 转移之道 也仅仅只能转移伤害 不能代死啊 若被杀死了 也就转移不了伤害了 可见 掌握如此恐怖的道 岂能不恐怖啊 怪不得没他不能杀死的人 也怪不得他如此的自信 丝毫不把张通放在眼中 替死之道 万界天君掌握的 其实是替死之道 所有人都脸色微变 汗毛倒数 一个个无比忌惮 因为一个不好 他们就可能做了对方的替死鬼 这种道太过恐怖了 绝对是禁忌 你找死 万界天君勃然大怒 张通竟然说出了 他最大的秘密 他真的生气了 带着一股恐怖至极的杀机 扑向张通 狠狠一拳 轰向张通的面门 的确是非常恐怖的 他擅长的 可不仅仅只有替死之道 还有很多别的道 也掌握很多的秘籍 能叠加战力 呵呵 张通讥笑一声 狠狠一巴掌 就拍了上去 碰 一声恐怖至极的巨响 啊 七力惨叫响起 万界天君盗飞了回去 直接就化成了一团血舞 他被打爆了 也被打死了 但张通却是安然无恙 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的战力 这怎么可能 为何他不能替死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震撼张通强大的同时 有无比的疑惑 替死之道那么恐怖 为何对张通无用 说穿了一文不值 张通淡淡的说 替死神通 就怕空间神通 一旦施展空间神通 禁锢虚空 也就施展不了替死神通了 若是再加上时间神通 那效果更好 所以你擅长替死神通 但也要擅长空间和时间神通 最好能晋级完美 那才能万无一失 否则就容易被破解 张通刚才就是施展了 时间和空间神通 禁锢了周围 让对方没办法找到替死鬼 那当然死的就是他自己 不过万界天君这样的恐怖存在 打死一次 那是不会真正死亡的 所以他很快就再一次的 具现了出来 他没先前那么镇定了 无比的忌惮 你竟然是时光之王 他的空间神通 不亚于张通 但时间神通就差了一点点 他仅仅把第九层时间法则 领悟到99 百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 没能完美 就被克制 让他找不到替死鬼 你猜对了 张通满脸的淡然 暗暗却是非常的后怕 若不是修炼辅助仪 认出了替死之道 那今天自己要吃大亏 虽然不至于陨落 但死上几次是可能的 看来 必须尽快去到太世界上 必须尽快把三千大道 都修炼完美 那只要放出领域 就是完美无瑕的 任何攻击 都伤不了我丝毫 否则 若遇到万界天君这样的对手 自己很可能吃亏的 诸天万界 无数纪元 怎么可能不存在 张东那样强大的存在 我不能太骄傲 必须谦虚啊 能放过吗 万界天君的脸色 变得惨白 在这一刻 他有很不好的预感 今天要糟 不能 既然你是杀手 该知道失败的下场 何况 我看上你的那把刀了 我必须杀死你 他才能认我为主 张通淡淡的说 第1045章 万界天君 死 瘦 万界天君 再没有任何侥幸 用最快的速度 开始逃走 他是顶级杀手 逃命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眨眼就逃进了时间长河 但张通也不慢 很快就追了上去 两人在时间长河之中 疯狂地大战起来 砰砰砰 拳打脚踢 声音震天 恐怖无比 这一次 万界天君没办法找替死鬼 时间长河 可不会给他带死 周围又没有任何的生物 所以他只能施展各种恐怖的绝招 和张通大战 可惜 他虽然强大 但却是不如张通 被张通彻底的碾压 多次打爆 最后就彻底地打成了血物 没再复活 陨落了 担心他还潜藏着什么手段 张通非常小心 用八卦炉 把他的血和肉都吞噬了进去 炼制成了丹药 如此一来 万界天君也就没办法复活了 连本源都不存在了 张通之所以这么小心 是因为万界天君的确很强大 若他潜伏报复他张通的亲人 那还真是一个麻烦 所以必须彻底灭杀 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天哪 威名赫赫的万界天君 就这么被这个名叫张通的大道圣人灭杀了 所有人其实都追了过来 看热闹 连通天教主都过来了 红秀也一样 张浩也不例外 看到如此场面 他们都感叹不已 通天教主的嘴角直抽抽 手都在暗暗的颤抖 非常的后怕 若当时自己亲自上去 和张通血战 那死的就是他通天教主了 而不是万界天君了 自己虽然很强大 但也就和万界天君在伯仲之间 是不如这个名叫张通的少年的 So 红秀飞了过去 落在了张通的面前 气势万丈的说 张通 我要做你的女人 你不会拒绝吧 张通有点无语 你的脸皮也太厚了点吧 就一点也不怕羞的 小姑娘家家 也敢如此大胆的表白 如天万界 也没比我优秀的女人了 难道你的眼光 能高到这样的地步 还想等上无数纪元 等后来的优秀女人 红秀说 告诉你吧 追求我的男性 巨拨无数 你不抓紧一点 那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刚杀了你的大师兄 你爸气势汹汹要来杀我 你这是想保住你爸的小命吧 其实没这个必要 张通说 我也未必会杀你老爸 反正我认定你了 我非你不嫁 红秀直接就搂住了张通的手臂 怎么也不松开了 也罢 我们就继续探索时间长河吧 张通不耽搁了 带着三个女人 直接就往上游而去 丝毫也不理会通天教主了 其实还是想要避开张通 这有点尴尬 先前他就是故意 放万界天君 逃进时间长河的 好提前开溜 张浩 帮我和太爷爷解释一下 张通传音道 哈哈哈哈 没问题 张浩怪笑连连 非常的舒爽 昔日无比傲娇的红秀 也有惊天 哭着喊着要做张通的女人 太搞笑了 这怎么办呢 东哥会不会生气 逃过一劫的通天教主 摸着额头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但至少也是保住了小命 算是渡过了难关 这些人也绝对不敢笑话他的 因为张通 如今算是他的女婿 通天教变得更强了 虽然说 他和女婿的关系不好 还没彻底的缓和 但相信 红秀能帮忙缓和的 所以没人敢小看通天教 唯一要担心的是 东哥会不会生气 张浩 刚才小旭对你传了什么音 通天教主是何等的强大 当然发现了张通的小动作 所以 他第一时间就询问 就是在问我 东哥是谁 我说是我家老祖宗 能一巴掌拍死他 他就赶紧开溜了 张浩笑道 通天教主气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 特么的你个顽固 也敢暗暗的讥讽我 想要给我上眼药 你叫老祖宗虽然强大 但我家女婿也很强 你家老祖宗 未必能一巴掌就拍死他 但他却是不敢说什么 因为张东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回到欢乐世界 果然张东到了 他竟然就是 直接从虚空之中走出来的 似乎是推开了一扇精美的门 东哥好 通天教主 惶恐地迎了上去 你这个老滑头 算你命大 培育出了一个好女儿 勉强配得上我的玄孙 张东一巴掌 就排在通天教主的肩膀上 从此 记得喊我老祖宗 通天教主的脸都黑了 气得要命 靠 那个混蛋小子 是张东的后裔 那么坏的 我都找他的太爷爷帮忙了 你还要如此欺负我 现在 张东还能笑话我 让我喊他老祖宗 吓得 这叫什么事 看来 东哥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早就知道 是他的后裔在闹事 才故意说半个小时之后才到 就是给张通应变的时间 也是给我和洪秀天大的压力 不过脸面 不要矜持 就这么简单的 做了张通的女人 太吃亏了 亏大了 亏到姥姥家了 但 从此和东哥也就成了亲戚 真正的抱住了大腿 诸天万剑 我再也不怕任何人了 也不算亏 想到这里 他勉强高兴了起来 大摆宴席 招待张东 又请来了不少的朋友 说 这是他和东哥家联姻的酒宴 是张通和洪秀的订婚酒宴 谁敢不来啊 所以 很快这里 就变得无比的热闹 高棚满座 酒醉精迷 公愁交错 而当事人 却是已经走在了时间长河之上 前面的河道 果然变得无比的险恶 仿佛瀑布从天而降 带着无比恐怖的冲击力 除了张通 三个女人 都有点抵挡不住 当然 洪秀要好一些 因为 他也非常强大 比胡仙和浅宇要强 时间长河 你是不是找死 张通勃然大怒 高高地举起 才认主的吞天剑 施展了大之道神通 变成了一个恐怖至极的巨人 身上散发出 毁天灭地的威压和气势 是的 他要打负时间长河 否则 三个女人 失去不过时间长河源头的 只有他一人可以做到 第1046章 打伏时间长河源神 实际上 时间长河源头 连通天教主 万界天尊 那样的恐怖存在 也抵达不了 反正 你没成为时光之王是 绝对不行的 即使是时光之王 也同样很难做到 你还要具备张东那样恐怖的战力 好嚣张的小子 你以为你是东哥的后裔 就敢在我的面前狂妄 今天就狠狠地教训你 时间长河之中 浮出了一个巨大的源神 化成了人的模样 手里也是拿着一把长剑 气是滔天 杀气也是滔天 有趣 张通不但不怕 反而来了兴趣 看来张东也曾经和时间长河的源神大战过 现在轮到我了 天啊 真的有时间长河的源神 似乎很强啊 比我父亲还要强大很多 红袖也是暗暗的震撼 浅宇和胡仙也目瞪口呆 张通这是想要作弊了 要和时间长河的源神大战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有没有趣了 时间长河的源神说完 狠狠一见就斩向张通 张通冷笑一声 舞动吞天剑就赢了上去 两人疯狂地大战在一起 当当当 砰砰砰 声音震天 时间长河也是疯狂地动荡起来 发出了滔天的波浪 两人的战力看上去差不多 所以一时之间嘛 分不出胜负 张通也是暗教侥幸 若不是得到了吞天剑 自己还很难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 那还真就打不过时间长河的源神 看来 我还是不能说无敌啊 分身全部过来 时间长河的源神也发现 张通非常强大 丝毫也不亚于他 大知道太过恐怖了 也幸好转移伤害这里施展不了 否则时间长河的源神早就败了 所以他也不耽搁了 施展出了最最恐怖的绝招 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万个分身 铺天盖地板 从四面八方而来 要一起围攻张通 卧槽 你以为只有你会 我就不会吗 张通冷笑 召唤未来 下一秒 一万个张通也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而且都是来自未来 所以都要比现在的张通要强大 很多都是天道圣人 散发出的威压和气势 简直可以吓死人 这怎么可能 时间长河的源神彻底的傻眼了 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红秀 钱宇 胡仙三个女人也彻底的震撼了 心中也是狂喜 兴奋至极 因为张通赢定了 时间长河虽然召唤出了一万个分身 但实力都是差不多的 而张通召唤出的分身 却是一个比一个强 也比现在的张通要强 你是认输 还是要我动手 张通气势万丈的喝道 变态 妖灭 时间长河的源神摸着额头 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现在他也明白了 张通得到了时间倒胎 所以才可以施展召唤未来 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 现在的张通 仅仅就是大到圣人 召唤出的分身 是非常恐怖和强大的 所以 根本就不用打了 我认输 别打了 老大 你到底想干啥 时间长河的源神 让分身回去 才苦笑着说 很简单 就是送我们去时间长河源头 就不用攻击我们了 你也够无聊的 知道我的强大 还敢攻击我的女人 张通说 没有这样的规矩 你强大只是你强大 不能代表别人 你的女人没能力过去 就退回去 开后门 那是绝无可能 我说的话就是规矩 不服就来打 张通蛮横的说 你 时间长河的源神 气得嗷嗷直叫 但却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 打不过呀 特么的 又出现了一个变态 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河水化成了一条船 载着张通四人 用恐怖的速度 快速的往上游而去 丝毫也没承受任何的风浪 爽啊 张通和三个女人 都在暗暗地感叹 现在 他们甚至都可以尽情地玩乐 如此轻松地去 时间长河源头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若是说出去 估计也没人相信 时间长河源头 也还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三个女人 轮流地伺候张通 船上当然是有豪华房间的 住得也非常舒服 而洪秀 也终于成了张通的女人 她被张通彻底地征服 张通的强大和逆天 打败时间长河源神的英姿 让她心动神摇 无比崇拜 若我给你生的孩子 会不会有你 这么天才和强大 洪秀还羞红脸 期待地问 应该不可能 张通毫不犹豫地摇头 必须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孩子 才有一丝可能 而且 要用特殊的办法培育 很不容易的 孩子要吃太多的苦 听张通解释一番 洪秀就说 那将来 我们去地球隐居几千年 多生一些孩子 全部用那样的办法培育 那一定会出几个 如同你一样的天才 我无所谓 只要你愿意就行 张通憋着笑说 咦 那里有个人 甲板上的潜雨突然大喊道 是吗 张通也试了兴趣 马上就带着洪秀 从房间之中出来了 瞪大眼睛看了过去 果然 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岛屿 岛屿上盘西坐着一个 看上去很帅气的中年大叔 胡子乱糟糟的 但还是很帅气 他的背上背着一把斧子 手脚很粗糙 一看就是一个高手 也是 能来到如此地段 绝对不简单 毕竟 连洪秀都没把握来到这里 或许 也是一个不亚于通天教主 万界天尊一样的强大存在 奇怪 他没去过欢乐世界 潜雨说 若他去过 我一定认识 其实也不奇怪 有一些天骄 来到那个欢乐世界的入口 可能不感兴趣 也就没进去 而是继续往上 张通说 当时若不是胡销说 要找胡蒙 他也不会去欢乐世界 对于他这样强大的存在 就没必要路途上歇息了 那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那个中年人 突然也看到了逆流而上的船只 虎得站了起来 满脸的震撼和不敢置信 看怪物一样的看着船上的四人 哈哈哈哈 他一定惊讶死了 红袖忍俊不惊了 第1047章 抵达源头 so 船如同利剑一样的 来到了岛屿附近 那中年人也终于清醒了过来 激动的说 四位道友请了 你们的船能否带我一程 显然 他以为船是一个超级厉害的法宝 可以逆流而上 不好意思 不行的 张通拒绝道 船那么大 那么宽 多带一人有何不可 为何就如此小姐 中年人愤怒的说 因为这船是向时间长河借的 只能坐我们四个 不能坐别人 张通淡淡的说 向时间长河借的 不可能 我不信 你在骗我 中年人怒吼一声 猛然就动了 伸手就狠狠的抓向船只 显然是想要抢夺 也可能是要强行搭船 也是 任何人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也不想错过 多向搭船 那就可以轻松的 去到时间长河的源头 寻到太古倒胎世界 那岂不是爽歪歪啊 滚 张通也怒了 狠狠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把中年人拍飞出去几十公里 翻倒在时间长河之中 好一会也没能爬起来 而张通 却是一步不退 傲然处理 散发出一股无敌的气势 和恐怖的威压 这就是顶级大佬的气势 连通天教主 也没这样的气势 只有张东俱备 所以 钱宇 胡瞎 红秀 都看的是目眩神迷 满脸的崇拜 那个中年人 却是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自己是多么的强大和可怕 几乎就没遇到过对手 但今天遇到的这个少年 却是颠覆了他的认知 比他强大很多 甚至可能具备 一巴掌拍死他的能力 看你并不想伤人 只想强行搭船 所以 就饶你一命 给我记住了 天上不可能掉馅饼 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哪里有船给你的 我们能有船 那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张通淡淡的说 多谢指点 中年人终于站了起来 感激的说 So 张通不再理会他 驾驭着船 急速地往上游而去 速度非常的快 仅仅几个呼吸时间 就消失在中年人的眼帘 不知道是来自 那个世界的恐怖天骄 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看来他是真的具备 具到时间源头的实力 也可能真的能对抗 时间长河 所以 能借到船 中年人嘴里喃喃 而这一幕 也成了他这一生 永远也难以忘记的记忆 也成了他的谈资 给很多人说过 但 却是很少有人能知道 那个少年的来历 三个月后 张通他们 终于来到了 时间长河的源头 若不是坐船 可能还有无比漫长的年月 也只有张通一人能抵达 三个女人 是没这个能力的 实在是路途太过艰难了 各种危险 简直可以吓死人 他们也见到了很多的尸体 很多的诡异 甚至想要袭击他们 但 都被张通全部打爆 若张通没这个实力 即使有船 也没用 会被人抢夺 所以 时间长河源头 没那个实力 是真的抵达不了 这仅仅就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能真正实现的 古往今来 估计也就只有区区几人 时间长河的源头 是真的古怪 就是有无数的河水 从无数大山之上流淌下 慢慢地汇集在一起 而这些大山 任何一座 都无比的恐怖和可怕 一个就是高 两个就是险峻 三个就是散发出 非常射人的气息 似乎有什么怪物存在 在对他们虎视眈眈一样 小心一点 似乎有怪物存在 张通当然感觉到了危险 脸上也是浮出了忌惮之色 而在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即使能来到时间长河源头 也很难找到太古倒台事件 因为你可能会死在这里 而未知的危险 就是最让人忌惮的 张通带着他们下了船 也不管船只 因为时间长河源神会 收回去的 等他们回去 再找时间 长河源神要就行了 太古倒台事件 一定是非常古老的 所以 应该是往时间长河 相反的方向前行 红秀说 有道理 张通点点头 仔细地观察了一会 他就带头往前行走 其实根本就没有路 只有浅黑色的泥土 还有各种乱石 有一些石头的材质非常特殊 似乎是很好的宝物 但张通他们都没在意 因为他们不是来寻找材料的 而是来寻找太古倒台事件的 重力非常恐怖 简直能压死人 也幸好他们四个都很强大 至少本源都很强了 因为路上一直在修炼 在炼化红龙紫珠 外加修炼各种道的功法 他们的身上也是出现了盔甲 手里拿着各种法宝 张通的手里拿着吞天剑 甚至灭绝符 板砖 万戒塔 也都释放了出来 三个美女哼 突然有恐怖的声音响起 却是一只巨鸟从远处飞来 遮天蔽日 巨大的可怕 似乎就是传说中的昆蓬 他如同利剑一样的扑了下来 犀利的爪子狠狠地抓向四人 速度太快了 也紧紧之后 张通反应了过来 他狠狠一剑斩在爪子上 哒 天崩地裂 一声巨响 火花飞剑 昆蓬倒飞了回去 翻滚着 仿佛天地都翻了过来 张通也是亮枪了一步 好强 他狠狠一剑斩了过去 但竟然被昆蓬用翅膀挡住 顿时羽毛纷飞 淒利惨叫响起 昆蓬再次倒飞 翅膀疯狂地颤动 竟然倒飞了回去 眨眼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消失得无影无踪 竟然没能杀死 不简单 那到底是什么存在 张通很惊讶 怎么也想不明白 昆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已经踏入了太古世界 现在遇到的 就是太古时代的恐怖生物 所以才如此的巨大和强大 现在张通是真的很忌惮 若他不用吞天剑 还真未必就能打败昆蓬 这就很离谱了 看来必须提升境界 提升实力 我还没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张通看到了死亡危机 当然不会鲁莽的前行 他要停下来修炼一段时间 最好能晋级成大到极限 那就又会强大很多 第1048章 找到倒胎世界农民新书消息 三个女人 当然也不是普通人 也都看到了危险 也都明白了张通的意思 当然不会反对张通的决定 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行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 很合适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古洞府 藏在一座悬崖处 依稀可见洞门 很快就找到了机关 打开了洞府的门 他们走了进去 非常简陋 也没任何的宝物和东西 甚至也没文字 显然就是有人 曾经在这里随便开辟的 居住了一段时间 就离去了 看来 真的有强大存在来过 我们不是第一 也不知是第几批了 浅瑜感叹道 不能用批形容 都是一人一人的来吧 我们是例外 洪秀笑道 玄机 他们就仔细地打扫了一番 又布置了防御阵法 他们开始修炼 张通让他们进入 浩天境中修行 至于他却是在外面 如此一来 他们都有十倍的时间修行 也不用担心遇到意外 毕竟就张通的实力 只要不分心保护三个女人 他绝对是能自保的 他们开始了 别开生命的修行 很快 张通就发现 这里修行非常有效率 进度非常快 因为这里的仙气无比浓郁 重要的是 还有浓郁的鸿蒙子物 别人吸收不到 但张通却是可以 或许 太古时代的修行 很可能就和鸿蒙子物有关 那一只恐怖的鲲鹏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其实就是本源强大 也不知道 吸收炼化了多少的鸿蒙子物 所以 这里非常适合修行无名古今 对于张通而言 简直就是修炼圣地 重要的是 这里他可以带无限漫长的时间 世界也没办法排斥他出去 因为他是一步步得走过来的 不是通过修炼幻觉定位 过来的 没借用神秘的力量 张通修炼之余也出去探索 寻找太古倒胎事件 其实也就是一直往前行 路上果然遇到了众多恐怖的存在 都是一些体积无比庞大的动物 除了鲲鹏 还有青龙 白虎 玄武 都无比的庞大 战力也非常恐怖 若不用吞天剑 张通的确打不过他们 可怕的是 他们其实不会战力叠加的秘法 施展的就他们真正的实力 不过 他们的实力太强 估计也施展不了战力叠加的秘法 反正 是不同时代的恐怖存在 现在汇集在一起 爆发大战的确很精彩 张通还多次吃亏 但随着他继续修行 本源在快速提升 战力也在暴涨 而这个时候 张通也终于明白 本源强大到一定的地步之后 生生不息的倍数增加也在减缓 980倍 985倍 后面是一点一点的增加 而他的境界也在快速的提升 大到中期 后期极限 生生不息的倍数 也终于提升到了995倍 之后提升更加缓慢 但本源的提升却是还在加快 他的本源战力在急速低提升 施展生生不息之后 当然就无比强大 简直到了一巴掌 就可以拍死太古猛兽的地步了 是的 仅仅修炼三年 其实也就等于三十年 张通就不再使用吞天剑 赤手空拳 大战太古猛兽 还是能占据上风 但还是要施展生生不息 但不会叠加太多的倍数 百倍 十倍 五倍 一直在降低 这就很恐怖了 若全力施展生生不息 或者施展大之道 那他会多么的强大和可怕 想想就激动啊 不过张通也不敢施展全力了 或许可以打爆这片天地 那无名古今 绝对是禁忌一样的功法 而生生不息 同样也是禁忌一样的秘籍 都集中到了张通的手上 他也全部修炼成了 这是天赋 也是潜力 怎么回事 一直没找到太古倒胎事件 修炼辅助仪 你知道原因吗 张通有点不耐烦了 因为他现在的提升速度 变得很缓慢了 要想变强 必须突破大道圣人极限 之后就要晋级天道圣人了 三千大道的天赋 也都基本上提升到了五S级 功法也都涉猎了 但法则领悟不是太深 没这么多时间去领悟 也幸好张通的元神 比别人多一倍 能同时领悟多种道的法则 否则还要更慢 但这些都要给倒胎去领悟 才是最爽的 也是张通来这里的目的 太古倒胎事件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若你现在突破极限 应该就可以在修炼幻觉之中出现它 因为距离近 那你或许就可以凭借着感应 直接一步步地走过去 修炼辅助仪说 别的大佬也都是这么找到太古倒胎事件的 否则你找死也找不到 你怎么不早说啊 张通摸着额头 现在说也一样 反正你要修炼到极限 才有突破极限的能力 修炼辅助仪说 给我破 张通没有任何耽搁 马上就盘膝而坐 元神和身躯马上共振 很快就进入了修炼幻觉之中 果然见到了太古倒胎事件 而它却是没过去 而是凭借着特殊的感应 闪电一样的行走 终于来到了一座不起眼的苍老大山之中 挖开了无数的泥土和石头 终于找到了一个地下通道 笔直地往下 深入了几万公里 眼前才出现了两扇门 上面写着 太古倒胎事件 哈哈 我终于找到了 真不容易啊 张通兴奋地大笑起来 这个时候 他也终于明白 任何天道圣人 都没办法找到太古倒胎事件的 唯有他这样的存在 还没晋级天道圣人 再打破极限前来到这里 才有希望 否则 这天地这么广旺 你如何找到入口 隐藏得如此深和隐秘 我 可怕的是 入口应该是会随时变动的 所以 你即使有地图也没用 否则 以前有人来过 至少张东是来过的 定然就挖出了洞道 但实际上 没有 都出来 我找到太古倒胎事件了 张通把他们三个 从昊天境中放了出来 还解释了一番是如何寻找的 天啊 这也太难了 怪不得我爸就这么也找不到入口 红秀说 显然 通天教主竟然来过这里 但没找到太古倒胎事件 这倒是个新消息 张通还以为 通天教主 没能力抵达这里呢 兄弟们 本书即将大结局 请支持农民精心准备的新书 同学还没入到 我以三千大道圆满 已经十几万了 也在番前 搜书名就可找到 下面是内容介绍 复印店老板张扬 携带复印机 穿越到浩瀚无边的三千大道世界 复印机变异 有无穷妙用 丁 你复印了不死受归的长生道果 领悟长生之道 寿命增加十万年 丁 你复印了不死道地的时间道果 领悟时间之道 时间法则晋级第九层大圆满 丁 你复印了远古龙象血脉 力之道天赋暴涨百倍 丁 你复印到无敌道地的三万年薄杀经验 丁 你复印到炼体神丹一枚 是否现在服用 丁 你复印到顶级道宝乾坤斧一把 可以大杀四方了 从此 废财便妖孽 天骄 道地 仅仅是一颗颗 等待我收割的韭菜而已 第1049章 倒胎世界御敌 张通推开了太古倒胎世界的大门 竟然无比的沉重 若是别的修士 即使来到了这里 也没办法推开门 或许 太古时代那些顶级的巨兽能勉强做到 但也仅仅是勉强 更大的可能是推不开 张通用尽全力都没能推开 还是施展了生生不息 叠加了三倍战力才推开的 要知道 如今张通的本源力量 已经到了无比恐怖的地步 不会亚于他遇到过的最强巨兽 当然张通并没探索完这个世界 也不知道 这世界最强大的巨兽 有多强大 但想来 也不会比张通强太多 即使你爸来到了这里 但也推不开这两扇门 张通看着洪秀说 看来 想要进入这里 比登天还难 古往今来 估计也没几个人进去过 但我们确实能进去 运气那天啊 洪秀感叹道 浅宇和胡仙也连连点头 无比期待 他们也可以 静态古倒胎世界 收服一些倒胎 就是不知道 里面的倒胎到底多不多 若数量不够 那就只能是空欢洗衣场 嗖嗖嗖嗖 他们没有任何耽搁 第一时间就走了进去 门也是瞬间就自动关上了 不会给别人机会的 果然是以前来过的那个世界 气息也是一模一样 张通取出了张东给他的地图 开始寻找各种倒胎 现在他也从地图上知道 这世界无比的庞大和宽阔 想要一一探索完毕 需要无限漫长的时间 毕竟 这里有着浓浓的迷雾 寻找起来很不方便 而地图定然是张东的监控仪制作的 上面不仅标注了地形 还标注了众多的倒胎 三千大道的倒胎都有 但并没想象中的那么多 每种倒也就一两个 有的甚至就区区一个 修炼辅助仪为何倒胎数量这么少 张通疑惑地问 说明这是太古初期 倒胎才刚刚开始孕育出来 不过若你抓了一个 就会有新的孕育出来 只是要等上几百 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但区区几万年 相对于无数纪元 却是不值一提了 修炼辅助仪解释道 倒胎的数量不是太多 我要用两千九百九十九个 剩下的大约是五千个 你们三人平分 张通说 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啊 三个美女 那真是没开眼笑 笑也如画 若不是张通带着他们过来 他们是来不了的 现在每人能分到一千六百多个倒胎 当然是天大的幸运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要知道 即使是通天教主 也仅仅得到过一个倒胎 嗖嗖嗖 张通马上就开始快速地抓捕倒胎 一抓一个准 倒胎也根本就逃不掉 如今的张通太强大了 不过 还是出了意外 当来到地图上标注的某个地方 这里是真理之道的倒胎 但现在倒胎不见了 还能看到人为的痕迹 还有人进了这里 张通的脸色变得严肃 三个女人也都惊呆了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可是太古倒胎事件 什么人可以抵达这里 不用太过紧张 或许对方就是突破极限 使用特殊的法宝 来到了这个世界 就如同以前的我一样 那一次我得到了时间倒胎 张通一拍脑门说 但还是要小心 万一也是如同你一样来到这里的呢 那就是超级恐怖的存在 绝对不能小觑 红秀说 他们继续寻找 还是根据地图来 这样寻找的效率高尚太多 他们很快就收起了侥幸 因为又连续抓捕了几十个倒胎 但其中又有三个不见了 同样有人为的痕迹 显然是真的有人进入了这里 同样在抓捕倒胎 看来要发生冲突啊 张通微微猝眉 因为倒胎不够分的 对方也绝对不会把倒胎给他们 张通也一样 重要的是 有一些倒胎 就只有一个 想评分都不可能的 是谁 给我滚出来 不仅仅张通感觉到了对方 对方也感觉到了张通 因为他也看到了 有倒胎被人抓走了 他比张通更加的霸道 直接发出了今天的怒吼 其实就是想要吸引张通过去 你滚过来 张通也不客气 冷笑着喝道 蹭蹭蹭 仅仅等了片刻 对方就从浓雾之中出现了 赫然就是一个怪异的中年人 他只有一只耳朵 也就是说 他天生只有一只耳 别的地方倒是和人差不多 对方见到张通四人 也是愣了一下 是忌惮 能进入这里的 绝对是超级厉害的高手 一对四 他没有把握 但他也不会退缩 因为本身就是无敌的存在 绝世的天骄 顶级的妖念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张通问三个女人 红袖和浅宇 见多识广 或许见过 那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来历 还真就从来没见过 一只耳朵的人 太奇怪了 不过 诸天万界 其实也就是个统称 据说还有一些隐秘的世界 不和诸天万界来往 可能是太过强大 也可能是太过弱小 但现在看来 丹尔族可能是超级强大的那种 红袖说 我倒是听说过 有一个特殊的种族 他们的耳朵很特殊 不 就是其中一只耳朵很特殊 可以修炼成恐怖至极的法宝 似乎还是张浩说的 浅宇说 那就不是丹尔族了 可能是神耳族 张通沉吟道 我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 从他那消失的耳朵处传来 你们都进我的体内药员 说完 他直接就把他们三个都收了进去 对方很恐怖 或许他一个保护不好 三个女人就可能陨落 他们这样强大的存在 绝对是可以一招就杀死天道圣人的 而且连复活的机会也没有 原来是放在体内药员中带过来的 其实都很弱小 不过 我很喜欢 因为都很漂亮 是我平生警戒的美女 中年人不怀好意的看着张通 似乎在评估张通的战力 你是谁 来自哪里 他终于询问到 第1050章 大战天神族 天神下凡 张通来自诛天万剑 张通冷冷的说 他没说话 也是在评估对方的战力 他这样的高手 凭借着一些特殊的感应 那是可以评估出对方的实力的 在太古倒胎世界遇到的对手 绝对不能小看 让张通有点忌惮的是 对方的境界比他高 是天道圣人 也就是说 对方可能来了太古倒胎世界很久了 甚至抽时间晋级了天道圣人 比张通高出一个境界 当然 张通也随时可以晋级天道圣人 现在的张通 其实就是半步天道圣人 但对方怎么可能会让张通如愿 那是定然会攻击张通的 所以对方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才不怀好意 也是 若能猎杀张通这样的超级天才 收获当然会是无比的巨大的 天神族 天神下凡 中年人傲然到 原来你来自诸天万界 那不就是我们天神族放弃的世界吗 但没想到 诸天万界也能出你这样的天才 你们天神族这么强大 诸天万界是你们放弃的世界 你们如今在何处 是一个非常宽阔和美好的世界吗 张通连续不断的追问 他感觉到 自己似乎是接触到了这个世界的真正秘密 那个创出无名古今的前辈 很可能就是被抓去了天神族 被一直囚禁着 而天神族太过强大 所以他也逃不出来 不过 天神族为何不杀了他 而是关押 不对 也可能早就杀死了 只不过 他们那样强大的存在 死了也还是留下了原神传音 将来若是被传人听到 偏偏传人又无比强大 那就可以穿越时空去拯救 他 我们天神族 当然是最强大的种族 是你们望尘莫及的 至于在何处 当然是不能告诉你 万一你今天跑掉了 那不是泄密了 天神下凡怪笑道 看来你是想要杀我 张通满脸的讥笑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我会活生生的打死你 呵呵 就你 天神下凡 发出了鄙夷的讥笑 不要说 你比我低出一个境界 你就是和我同样的境界 我也可以轻松的打死你 我们天神族的天骄 从来都是同尽无敌 诸天万劫的天道圣人 对于我们而言 就是一群蝼蚁 我们抓捕了不知道多少 直接就成了我们的奴隶 原来 很多的天道圣人失踪了 是被你们抓捕了过去 我还以为 他们真的是去了别的世界 回不来了呢 张通淡淡的说 这么说来 你们天神族 就是我们诸天万劫的对头了 看来 必须要去灭了你们天神族才行 面试掌 天神下凡 勃然大怒 狠狠一巴掌 就拍响张通 哦 声音凄厉 杀气浓郁无比 这一掌 就如同天崩塌了下来 太过吓人了 通天拳 张通冷笑一声 随手一拳就轰了上去 碰 白雾也化成了机粉 消散无踪 让周围都变得清晰起来 几乎同时 他们两个都受到了巨大的反正之力 连续不断的后退 张通要多退了一些距离 显然 天神下凡占据了上风 当然 他们都还没用权力 都只是在试探 所以 到底谁更牛逼 确实还看不出来 就是他们自己 也同样心中没底 但都知道 对方是劲敌 不错不错 有点战力 不愧是能来到这里的天骄 天神下凡嘴角上翘 略带讥讽地说 但你很快就要死了 希望你身上的宝物 能让我满意 嗯 三个女人我很满意的 谢谢你带他们过来 死的是你 张通的手中 出现了吞天刀 身上暴射出了恐怖至极的 威压和气势 来吧 天神下凡的手中 也是出现一把刀 但仔细看 可以发现 和他另外一个耳朵很相似 显然那就是他的耳朵 变成了法宝 藏在了体内了 这刀看上去也不咋滴 反正就是很平凡 但带着黄色的光芒 发出阵阵低沉的声音 仿佛有恶魔在咆哮 杀 几乎同时 他们两个就疯狂地大站在一起 一个人的刀 可以吞噬一切 另外一个人的刀 却是发出了恐怖至极的声波 阵的天地都在颤抖 几次都差点阵飞张通 连吞天刀都有点抵挡不住 显然 那耳朵非常的恐怖 绝对把声音之道 修炼得彻底圆满了 也就是声音之王 另外 还具备了恐怖的风锐特性 犀利至极 能斩破一切 赫然也把风锐之道 修炼到彻底圆满了 也就是说 天神下凡 至少把两种道修炼圆满了 但他可能还隐藏着实力 所以 这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对手 毕竟 张通也仅仅把时间之道修炼圆满 只有一种道圆满 他以前竟然得到了两个倒胎 声音和风锐 张通暗暗的簇眉 这是运气还是实力 杀杀杀 你死定了 天神下凡的攻击 越发凶残 无比的恐怖 即使张通全力施展了声声不息 也还是有点抵挡不住 落在了下风 显然 对方施展了特殊神通 也能叠加战力 呵呵 张通冷笑一声 施展了多合一的战技 战力也是暴涨了多倍 雕虫小剑 天神下凡 讥笑一声 他也施展了同样的秘技 再一次压制住了张通 大知道 张通彻底怒了 境界上就差一点点而已 但竟然被压制 他把身躯一摇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 战力暴涨六百倍 叠加声声不息的战力 那当然是无比恐怖 无比强大的 大知道的确不凡 也是我很想马上修炼的 但要破解还是很容易的 你就等死吧 天神下凡 冷笑连连 再一次施展了一种恐怖的神通 赫然就是众之道神通 瞬间 重力暴涨无数倍 作用在张通的身上 张通本来就变成了巨人 等于重量提升了六百倍 现在重力碾压 果然让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不至于走不动路 但却是让张通的速度受到了影响 他的攻击 根本就落不到天神下凡身上 但天神下凡的攻击 张通却是避不开 兄弟们 本书即将大结局 请支持农民精心准备的新书 同学还没入到 我以三千大道圆满 已经十几万字了 也在番茄搜书名就可找到 下面是内容介绍 复印店老板张扬 携带复印机 穿越到浩瀚无边的三千大道世界 复印机变异 有无穷妙用 丁 你复印了不死受归的长生道果 领悟长生之道 寿命增加十万年 丁 你复印了不死道地的时间道果 领悟时间之道 时间法则晋级第九层大圆满 丁 你复印了远古龙象血脉 立之道天赋暴涨百倍 丁 你复印到无敌道地的三万年搏杀经验 丁 你复印到炼体神单一枚 是否现在服用 丁 你复印到顶级道宝乾坤府一把 可以大杀四方了 从此 废财便妖孽 不用修行 不必努力 就三千大道圆满 神党杀神 佛党屠佛 天才 天骄 道地 仅仅是一颗颗等待我收割的韭菜而已 第1051章 禁锢天神下凡 众之道也修炼完美了 他曾经得到过三个道台 张通彻底的落在下风 心中也是涌起了明雾 对方可能具备特殊的手段 曾经突破极限 来到道台世界 探索到了三个道台 然后都抓住了 从而让他这三种道彻底完美 所以才无比的恐怖和强大 若是别人对上他 那绝对必输无疑 但自己却不一样 喷喷喷 张通终于是躲避不开 中招了 被连续拍中三掌 至于对方的神尔刀的攻击 却是被张通化解 不敢承受 担心被一击必杀 但惨叫的不是张通 而是天神下凡 他的身躯上出现了三个伤口 血肉模糊 甚至骨头都断了 不知道多少根 这一下他真的遭受了重创 毕竟张通把伤害都转移给了他 他等于全力打他自己三掌 就他的恐怖战力 三掌当然无比可怕 他没打死自己 也算是非常非常牛逼了 至少说明 他的身躯非常强大 本源无比厉害 应该是不亚于张通多少 但张通要低他一个境界 若张通晋级天道圣人 身躯和元神合天地融合 就可以吞噬 吸收到海量的日月精华 强大本源 也就是强大身躯和元神 所以这样一比较 还是张通要强大一些 而且差距不算太少 你竟然还掌握了转移之道 天神下凡暴退 脸上满是忌惮之色 对方竟然在进入倒胎世界之前 就领悟了两种禁忌的道 大之道和转移之道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到底他是如何做到的 来啊 继续啊 我们决一死战 张通满脸的戏血之色 似乎一点也不把对方放在眼中 的确如此啊 现在基本上试探出了对方的实力 虽然很强 但却是威胁不到他 因为他还有厉害的底牌没用出来 呵呵 你以为你真能胜过我 天神下凡施展神通 很快就恢复了伤势 冷笑连连 一点也不慌张 显然他还有厉害的底牌 空间神通给我禁锢 天神下凡冷笑一声 就施展了空间神通 隔绝了周围 让张通没办法把伤害转移给他 然后他的手中就又出现了一个法宝 竟然是一个超级巨大的锤子 散发出无比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众之道属性的混沌灵宝 往往可以轻松的定住敌人 让敌人一动不能动 当然还要他一起施展众之道神通 否则 还是很难定住张通这样的绝世天骄 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宝物了吗 天神下凡傲然道 这可是无敌的混沌灵宝 我只要施展 绝对的同尽无敌 今天你死定了 总知道混沌灵宝又如何 我根本不怕 张通微微忌惮 心中也是明白了对方的目的 就是要定住他 让他一动不能动 对方冲过来一刀杀死他 彻底的解决战斗 我倒要看你如何抵挡 天神下凡冷笑一声 疯狂把法力注入了进去 锤子也开始快速的膨胀 定 张通却是抢先一步出手了 时间倒胎也飞了出来 如今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年人了 和张通一起 同时施展了时间神通的时间停滞 瞬间天神下凡不能动了 锤子也不膨胀了 他被彻底的定住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得到时间倒胎 天神下凡满脸的震撼 和不敢置信 时间倒胎那可是超级强大和聪明的 想要抓住 太难太难了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修士的实力很弱 但怎么张通就可以得到 而实际上 张通得到时间倒胎可不简单 当时时间倒胎用途知道倒胎试探 若是别的修士 只要见到一个倒胎 那绝对不会放过的 但张通就放过了 却是等到了时间倒胎 然后抓住了 哈哈 我就得到了时间倒胎 你能奈我何 你得到了三个倒胎 又如何 数量虽多 但质量不如 我一个就可以吊打你三个 张通意气风发 扬眉吐气 也无比庆幸昔日的决定 否则是得不到时间倒胎的 也就没办法把时间之道 修炼到大圆满 不亚于时间长河 你 天神下凡气的差点吐血 自己的确是得到了三个倒胎 声音 重 风锐 自己也把这三种倒修炼完美 所以 一旦施展这三种倒 都可以横扫一切 若用出神尔刀 那更是所向无敌 来到太古世界 可是用之杀了很多的太古猛兽 吞噬了他们的本源 强大了自己 如今的自己的本源 已经强到可怕的地步 但竟然遇到了一个克星 现在被时间神通定住了 失去了反抗能力 可惜啊 先前没能一击必杀 若是用神尔刀 斩中他 或许可以杀死他 那他就转移不了伤害 但 对方也不是傻子 一旦情况不对 是可以用出时间之道的 甚至可以穿越过去 也可以重启 反正 我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他 除非 我得到时间倒胎 打之道 转移之道 替死之道的倒胎 就躲藏起来 修炼到完美 再来寻找倒胎 可惜了 自己太过狂妄和自负 以为这世界上 无人能是自己的对手 失去了警惕之心 你得到了多少倒胎 张通一步步走了过去 冷冷地问 你什么意思啊 天神下凡说 当然 是让你把倒胎都交出来 那我回 或许会饶你一命 张通意味深长地说 天神族到底在何处 诸天万界都没人知道 就是不知道 张通的监控 一知不知道 万一不知道 那就必须放走对方 靠神秘通道定位 将来就可以找到天神族 万一那囚禁无名古今作者的 不是天神族 那若杀了天神下凡 可能就永远也找不到了 那可不是好事 必须找到那个 比诸天万界还好的事件 去看看 或许能有特殊的收获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他就是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天神族 还要比天神下凡 更强的存在 值得自己去征服 第1052章 晋级天道圣人 看来 你是听说过 我天神族的强大 所以不敢杀我 但 你最好 也不要得罪我 否则 天上地下 都没你藏身之地 天神下凡冷笑道 那你会死得很惨很惨 连复活都不可能 相信 你们诸天万界 也不可能有人 能来到这里救你 嗯 是没能力抵达这里 但我不一样 一旦我死在这里 天神王就会前来救我 穿越时空而已 你知道的 张通微微猝眉 他的确担心这件事 一旦杀死 更强的存在 就会出手救人 分分钟就可以出现在自己面前 若对方把三千大道修炼完美 自己还真不是对手 那悲剧的可能性极大 又要张通前来拯救 那太没面子了 所以 杀不得 不过 可以囚禁对方 等自己把三千大道修炼完美 就可以放他走 之后再去天神族 会会天神王 到底强大到何种地步 你倒是提醒了我 张通冷笑一声 现在是不能放人的 那对方会回去找人来这里报复 自己抵挡不住 他狠狠一刀 斩断了天神下凡的头颅 再一次施展 时间神通禁锢 让他的身躯和头颅 处于时间停顿状态 那他就没办法复活 但这也不算死亡 你好胆 竟然敢如此对我 迟早你会后悔的 你会死得很惨 天神下凡虽然不能动 但还是发出了暴怒的声音 毕竟把声音知道修炼完美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呵呵 张通紧紧冷笑 根本就不和他辩驳 自己背后 还有恐怖存在呢 不会畏惧天神族 所以 那是一点也不担心 他马上就开始摸尸 把对方得到的所有倒胎 都夺了过来 还抹去了任主印记 然后他炼化了他们 数量非常多 竟然有897个 他可是没有任何地图 所以 一定来了很长的时间 交给我了 他绝对逃不掉 时间道人说完 就施展秘法 把天神下凡的身躯和头颅 彻底禁锢 装入了一个透明的空间容器之中 天神下凡那愤怒的叫骂声 才听不到了 如此强大的存在 的确很麻烦 要杀死也不容易 因为天神王 马上就会穿越来到这个时间点 张通嘴里难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囚禁 而且要囚禁到自己也强大至极的时候 先杀去天神族 灭了天神王 也才能彻底的杜绝后患 那个时候 才能真正的杀死天神下凡 很快 张通就把三个女人请了出来 那个家伙呢 三人好奇的问 在这里 时间道人取出空间容器 给三人看 天呀 这是做成标本了吗 三个女人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张通果然没让他们失望 轻松的打败了同级的恐怖天骄 你骂 我才不是标本 天神下 烦气的要吐血了 但由于在透明的空间容器之中 却是没办法生变了 里面的时间 那可是停滞的 身躯和头颅彻底的分开 元神被禁锢脑中 再怎么强大 也逃不掉 现在只能等天神王发现问题 前来救援了 就是囚禁他 他的后面 还有更强的存在 可能把三千大道都修炼完美了 张通淡淡的解释了一番理由 三个女人 也终于是明白了张通的顾虑 暗暗的震撼 若是别的天道圣人 遇到如此情况 绝对是头痛欲裂 但张通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背后 也有无敌存在 不用畏惧天神王 而张通自己 只要继续努力修炼 就可以把三千大道修炼完美 就可以变成天神王 外加张东 那样的无敌存在 接下来张通继续抓捕倒胎 有地图 速度当然是飞快 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把所有的倒胎都抓住了 而且是抓住一个 就炼化一个 所以众多被抓住的倒胎 也早就在张通的原神空间 努力地修行 悟到的速度 那是飞快 三个女人 也各自分到了一千多个倒胎 一个个喜笑颜开 欢喜至极 这一次的收获 真是太大了 他们也很快就可以把一千多种道 都修炼到完美的地步 他们当然 就可以强大很多很多 我们该走了 张通非常开心 因为天神王没出现 显然还不知道 天神下凡出了问题 而按照估计 想要抓住全部倒胎 可能需要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的时间 所以对方现在一定不着急 也没想过会出意外 而自己 却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快速地强大起来 他们并没有离开太古 再次找了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弄了一个洞府 布置得格外的精美 甚至还抓了九条龙 守护洞府 阻止别的太古巨兽来捣乱 当然张通布置了时间 加速大阵 就在洞府之中 和三个美女 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 至于修行的事 当然就是 交给了所有倒胎 他们悟到的速度 可比他们快多了 而当张通发现 本源提升到极限 再不能吸收炼化鸿蒙紫气 也就不再耽搁 突破成了天道圣人 是的 就在太古时代突破 太古时代的天地非常恐怖 比未来的天地还要可怕 但却是奈何不了张通 天地也同化不了张通 他画成了覆盖天地的影子 仅仅只用了几十秒 就苏醒过来 然后就恢复了人形 气势暴涨 威压也是如海 毕竟如今三千大道 也仅仅只有几百种 没修炼完美了 再过段十日 就差不多了 晋级天道圣人 果然不简单 张通发现 自己的元神和身躯 又强大了至少十倍 而且又可以再次吞噬 和炼化鸿蒙紫气 让身躯和元神继续变强 终于 某一天 张通再次修炼到了极限 生生不息 也终于提升到了 九百九十九倍 大之道 也同样提升到了 九百九十九倍 多合一的战绩 也有了一些进步 但仅仅提升到了 十八合一的地步 等于就是两个九 这也是极限 多合一的极限 更让张通高兴的是 三千大道 也终于全部完美 他感觉自己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似乎随手一拳 就可以打爆天地 毁灭任何事件 先去混沌看看 那种元神传音 来自何处 张通嘴里喃喃 兄弟们 本书即将大结局 请支持农民精心准备的新书 同学还没入到 我以三千大道圆满 已经十几万字了 也在番茄 搜书名就可找到 下面是内容介绍 复印店老板张扬 携带复印机 穿越到浩瀚无边的 三千大道世界 复印机变异 有无穷妙用 丁 你复印了不死受归的长生道果 领悟长生之道 寿命增加十万年 丁 你复印了不死道地的时间道果 领悟时间之道 时间法则晋级第九层大圆满 丁 你复印了远古龙象血脉 立之道天赋暴涨百倍 丁 你复印到无敌道地的三万年 搏杀经验 丁 你复印到炼体神单一枚 是否现在服用 丁 你复印到顶级道保乾坤府一把 可以大杀四方了 从此 废才便妖孽 不用修行 不必努力 就三千大道圆满 神党杀神 佛党屠佛 天才 天骄 道地 仅仅是一颗颗 等待我收割的韭菜而已 第1053章 返回欢乐世界 张通带着三个女人 回到了时间长河 然后又快速地回了欢乐世界 他打算从这里去混沌 叔爷爷 你回来了 挺快的呀 张浩欢天喜地赢了上来 他看上去 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实力没增长 战力没提升 还是那一副顽固模样 快喊叔奶奶 不等张通回答 红袖第一时间就坏笑道 张浩彻底无语 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 昔日看不上任何男人 后面看到他叔爷爷超级天才 超级强大 就道贴 现在还占他的便宜 不过 红袖真是张通的女人了 还真就是他叔奶奶 叔奶奶 我现在可强大了 那可是从太古倒胎世界回来的 我有一千多种道 都修炼完美了 喊我一声 今后一定照着你 红袖傲娇地说 哇 真去了太古倒胎世界 张浩无比的兴奋 叔爷爷 你进步如何 修炼到什么地步了 三千大道彻底圆满 实力达到绝顶 生生不息 倍数达到999倍 大之道也一样 张通淡淡地说 如今的我 应该是没有敌手 即使是太爷张东 也未必能打败我 卧槽 这就牛逼了 我张家人太天才了 我太爽了 现在我张浩就是 诸天万界第一大纹库 我完全可以横着走 谁也不敢招惹我 我看中哪个美女就可以霸占 张浩激动得手舞足蹈 嘴巴都笑歪了 这是天大的喜事 要好好庆祝啊 好不容易 他才平静了下来 又兴奋地说 不必了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关于天神族 张通没有隐瞒 把天神族的事 告诉了张浩 卧槽 天神夏凡 这名字 也取得太嚣张了吧 活该做成标本 张浩说 既然天神族 那么恐怖和强大 还真就要小心一点 你独自一人 去杀天神王 会不会有危险 要不要叫上老祖宗 我先去混沌一趟 看看那个元神传音 来自何处 否则 也找不到天神族在何处 天神夏凡 估计也是不会说的 他不傻 张通说 扯了一下张通的衣袖 当然 是他暗暗联系的通天教主 告诉通天教主 张通如今 已经强大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一点也不会亚于张东 是和张东同级别的存在 所以通天教主 马上就屁颠屁颠地施展神通 破戒而来 当然也带上了不少的弟子 他是通天教主 当然是很好面子 很有排面的 我和你们说啊 我家女婿张通 如今已经三千大道修炼圆满 站立天下无敌 可以轻松地 碾压诸天万剑 从古至今 也只有两人达到这样的境界 其中一个就是张东 另外一个 就是我女婿张通 而张通是张通的太爷爷 通天教主 正在激动地吹嘘 众多朋友和弟子 一个个震撼至极 佩服不已 这就是通天教主啊 就是牛逼啊 上一次差点被张通逼死 结果他硬是活生生翻盘 把张通变成了他的女婿 结果张通 竟然是张通的后裔 可怕的是 如今张通竟然晋级天道圣人 而且把三千大道 都修炼圆满了 别的天道圣人 能把一种道修炼圆满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是超级强大的大佬了 即使是通天教主 也就把一种大道修炼圆满 很快通天教主就带着众人 来到了张通和红秀的面前 不等张通开口 他就欢喜地恭贺道 恭贺张通你晋级天道圣人 把三千大道修炼圆满 从此举世无敌 谢谢了 张通微微笑了 其实 他也是很佩服通天教主的 上一次自己那么逼迫他 但他硬是没和他打仗 真是狡诈无比 滑溜至极啊 而那个杀手就傻乎乎的 被他忽悠了过来 然后就被张通灭杀了 那么强大的存在 死得太惨了 太冤枉了 不过 既然是杀手 杀了也就杀了 或许也就是因果报应吧 贤血 我已经准备了酒宴 为你接风 通天教主无比的热情 去吧 对付天神族 也不急在一时 红秀在张通耳边说 将来我一定给你生十个孩子 不 一百个 而且是在地球生 相信一定会出一个超级天才的 汗 张通哭笑不得 这女人也太那傻了 不过 既然愿意给他生这么多孩子 倒是不能冷落他 就给他一个面子 于是张通也就举步 去了通天酒店 当然 张浩也一起 这么粗的大腿 岂能不好好的抱着 那不是傻子吗 而通天教主 也是马上就广发各种情帖 请了所有的大佬前来喝酒 给张通接风 随便庆祝张通 登临世界之巅 所以 很快就有众多的大佬 破戒而来 一个个都非常强大和恐怖 不过 竟然有人在怀疑张通的实力 那是一只奇异的乌龟 天生就擅长长生之道 名叫不死受龟 据说活了无数纪元了 是太古时代的恐怖存在 实力当然是逆天的 他冷冷地问 张通 我真没听说过 你真的把三千大道都修炼完美了 你真去到了太古倒胎事件 好像是的 张通淡然一笑 心念一动 三千倒胎 就从原神空间之中飞了出来 如今都已经晋级成了中年人 散发出三千大道的气息 我的天啊 真的就是三千大道倒胎啊 而且都修炼到极限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这一下 谁敢不信啊 连不死受龟也跪在地上 满脸的震撼和崇拜 还连连道歉 无妨无妨 你是我岳父的朋友 质疑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证明一下就行了 你不用担心 也不必客气 张通没有盛气凌人 而是给足了对方的面子 也给足了通天教主的面子 把两人欢喜的手舞足蹈 不一会 连张东都赶到了 一眼看到张通 他是满脸的欣慰 不错不错 终于达到了绝顶 不愧我的一番心血培育 第1054章 追寻原神传音 恐怖巨山 九焰无比的热闹 张通也就不隐瞒了 说起了天神族 甚至还取出了 天神下凡这个标本 让大家看 张通 警告你马上放我走 否则你就等死吧 你们诸天万戒也得等死 我们天神族一发怒 灭了你们全部 一个也不会留 天神下凡还在威胁 丝毫不惧怕众多大佬 不愧是绝世罕见的天才 胆子就是大 天神族 我还真是不知道 若知道的话 早就去一巴掌拍死了 也敢叫天神族 不知道我张通 就是专门打脸的吗 张通满脸的鄙夷 似乎对于他而言 天神族就是蚂蚁而已 你是谁 敢如此嚣张 天神下凡满脸的不敢置信 世界上竟然有 如此胆大包天的人 竟然敢说 一巴掌就拍死天神族 我叫张通 别人都叫我东哥 张通淡淡的说完 抓住那个容器 直接就捏成了鸡粉 天神下凡 也同样化成了鸡粉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彻底的陨落了 狗屁的天神族 竟然不穿越过来和我大战 看来是怕了 张通淡淡的说 显然 他杀死天神下凡 就是想要引来天神族 最厉害的存在 但没想到没有成功 看来 要去一些边缘地方走走 监控仪也才能发挥效力 定然是可以找出天神族的 好猛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张通也是暗暗心者 这就是无敌的强者 对自己无比自信 对于他而言 没有任何的规矩 没有任何的顾忌 想杀谁就可以杀谁 九宴结束 张通也就不耽搁了 前往混沌 张通却是说 去一些特殊地方走一圈 要找出隐藏的天神族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分头行动 竟然敢说诸天万界 是天神族放弃的事件 那就去看看 到底你们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 咔嚓 张通撕开了空间壁垒 踏入了混沌之中 几乎同时 他就听到了那个元神传音 救我 快来救我 似乎更清晰了 显然就是因为张通 变得更强了的缘故 So 张通果然今非昔比 很快就辨别到了 元神传音的来处 果然不是这个时代 而是遥远的古代 竟然是在太古时代之前 难道不是天神族 和天神族无关 张通很惊讶 看来 昔日的猜测是错误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天神族就留给张通 去对付好了 自己去太古之前的时代看看 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So 张通连续的撕破空间壁垒 横川一个又一个时代 连时间长河都没踏入 就已经来到了太古时代 简直强大恐怖的一塌糊涂 他深深的相信 现在的自己就是无敌的 不仅仅是因为 把三千大道修炼到圆满状态 还以为自己把生生不息 也修炼到了999倍 后者才是关键 因为可以战力叠加 是别人不具备的 或许任何一个顶级存在 都可能创出了一些 恐怖的绝招和神通 但要达到生生不息的地步 定然是很难的 甚至根本不可能 所以张通没有任何顾忌 也没有任何担心 元神传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似乎距离不远了 咔嚓 张通再次撕破空间壁垒 就去到了太古时代之前 果然有点特殊了 看上去有点像是混沌的气息 但张通知道 这不是混沌 的确是一个鸿蒙未开的时代 让张通想起了神话传说 中盘古开天辟地 救我 快来救我 元神传音从一片浓郁的雾气之中传来 让人有点头皮发麻 连张通都感觉到了一丝诡异和古怪 甚至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似乎浓雾之中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能威胁到他一样 但张通还是没有任何的畏惧 一步步走入了浓雾之中 很快 他就看到了一幅奇景 一座高耸云天的大山 就矗立在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背上 不 可能不是乌龟 而是一只玄武 强大无比的玄武 他的四只脚踩在一片漆黑如墨的 仿佛铁板一样的东西上 那似乎就是永恒的黑暗 大山在疯狂地碾压 让他一点点地沉入黑暗之中 他的生命气息在缓缓地消散 距离陨落不远了 他还不时地挣扎一下 想要摆脱背上的大山 但却是怎么也做不到 那大山无比的邪恶 仿佛深深地陷入了他的乌龟壳之中 要把他带去黑暗之中 让他彻底地陨落 到底怎么回事 张通都有点猛逼了 还以为是两个恐怖的存在在大战 结果不是这么一回事 竟然是一只玄武在求救 那大山是什么东西 为何如此恐怖 能碾压的一只如此庞大的玄武 动弹不得 只能等死 还有 那大山到底是怎么 去到他的背上的 难道大山是有主人呢 但主人呢 怎么就看不到 张通感觉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诡异气息 所以 他没有马上鲁莽地出手 而是在仔细地观察 因为啊 他早就发现 玄武竟然非常强大 也把三千大道修炼圆满了 适合他同级的存在 所以 他必须小心 可不要如同玄武一样 中招了 被一座大山压死 还有 那黑暗是什么东西 似乎可以吞噬一切生命存在 难道 黑暗才是时代的起源 黑暗之中又有什么 张通小心翼翼地围绕着大山转悠 仔细地观察 又小心翼翼地探索黑暗 果然很可怕 能吞噬一切的生机 包括你的法力和神通 陷入黑暗之中 就是张通 也承受不住 当然 他可以快速地退出黑暗 不会陨落 但若是 长时间待在黑暗之中 那下场就很难说了 或许 玄武就是在探索时代的起源 结果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座巨山 然后就被压入了黑暗之中 彻底地陨落了 张通暗暗地猜测 只不过玄武太强大 所以他发出了原神传音求救 期待有人能穿越而来 救他一命 而毋庸置疑 玄武创作了无名古今 哄 就在张通走神的单 又是一座巨山出现了 眨眼就已经压在了张通的背上 第1055章 净化心灵黑暗 怎么回事 张通悚然而惊 因为他真的没发现任何的动静 但这一座大山就诡异地出现在他的背上 沉重至极 恐怖无比 让他都有点支持不住 在缓缓地陷入黑暗之中 哎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都看到我陷入了悲剧之中 你还靠近干嘛 玄武也终于是发现了张通 他哀声叹气 绝望无比 他知道自己要悲剧了 所以 一直在努力地发出原神传音 希望自己的传人能听到 从而穿越时空来拯救他 但没想到 人是来了 但竟然也被黑山压住了 这是来送死啊 若早知这样 还不如不发出原神传音求救了 我还以为敌人潜藏在暗中 所以围着黑山观察 哪里知道 又会出现一座黑山压过来 张通说 这黑山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看上去漆黑一片 出现又无声无息 但压在身上 却又如此沉重 这是黑暗的凝聚 也是阴暗的凝聚 是人心中的黑暗 有多少生灵 就会有多少心灵的黑暗 都汇集在这里 对于闯入这里的生物 会发出恐怖的攻击 就是把你压入心灵的黑暗之中 彻底的绝望 然后陨落 玄武叹息说 我想尽办法也摆脱不了 可能你也一样 心灵的黑暗汇集体 张通很惊讶 或许这就是地狱的入口了 黑暗 绝望 阴暗等等负面情绪构成的事件 主动攻击那些乐观强大的生物 让他们也陷入黑暗和绝望之中 不得自拔 怪不得黑山出现的无声无息 因为就一种负面情绪 你应该是陨落了 我从未来听到你的原神传音来 张通还是不怎么慌张 即使在缓缓地下线 你有没有什么思路 破解这恐怖的黑山 光明 雷霆 火焰 生命等等 带着正能量的大道神通 是可以对抗的 可惜 这是心灵黑暗的汇集体 非常的特殊和恐怖 这些神通的威力 还不足以对抗 这也是我没办法自救的原因 玄武说 其实我就是希望有人过来 在远处施展光明 生命 火焰 雷霆等等 神通攻击黑山 减轻我的压力 或许就可以摆脱了 但没想到 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也被压住了 光明属性的道 正能量的神通 有道理 张通点点头 我想我是能摆脱的 那你快试试 玄武早就筋疲力竭 完全失去了对抗的能力了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通的身上 给我破 张通怒吼一声 身上就暴射出了 璀璨的火焰和雷霆 外加光线 还有很多正能量的神通 他化成了一个璀璨的太阳 太明亮了 简直可以亮瞎人的眼睛 但不可思议的是 却是照亮不了张通背上的黑山 继续沉甸甸地压在张通的身上 仿佛和张通的心灵连接在一起 张通甚至能发现 自己的心灵之中 也是有着黑暗 毕竟 任何人都有心黑的一面 现在和外面的黑山连接在一起 就分外的恐怖了 怪不得玄武摆脱不了 伤害转移 张通又尝试了别的神通 但都没太大的用处 甚至还不如光明正能量的神通 便 张通怒吼一声 他就变成了三头六臂 然后他六只手臂 同时撑住了黑山 一寸寸地往上抬起 但黑山太沉重了 沉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张通还是摆脱不了 没用的 我早就这么实验过了 玄武叹息说 那是因为你太弱了 所以撑不起来 张通现在已经摸清楚了黑暗的实力 也就一点也不慌张了 既然已经可以撼动 他擅长的秘迹可是不少 能让战力暴涨 你别太过大意 玄武苦笑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飞山的恐怖之处 大 张通也不耽搁 大喊一声 他施展了大之道神通 战力暴涨999倍 但恐怖的事发生了 黑山也同样膨胀了999倍 还是轻松地压住了张通 这怎么可能 张通傻眼了 因为黑山连接了你的心灵黑暗 对你的心思了如指掌 你施展什么神通 他也马上就可以施展同样的神通 反正就是可以压住你 玄武说 这才是可怕之处 的确有点明烫 看来 想要摆脱黑山的碾压 必须切断和心灵黑暗的联系 张通说 不过 我不信心 他捏着拳头 开始疯狂地轰击黑山 六个手臂 六个拳头 全力轰击 还是很恐怖的 特别是张通这样的恐怖存在 任何一拳都可以毁天灭地 轰轰轰 天崩地裂 声音震天 但黑山就是不破碎 就如同和张通彻底的融合在一起一样 想要打爆黑山 必须先打爆他自己 果然厉害 张通暗暗嘀咕 但却是不去想 生生不息 这是自己最厉害的底牌 若被黑山捕捉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黑山或许也能施展生生不息 那他就彻底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浑灯 出击 张通终于用出了自己最厉害的底牌之一 浑灯如同鬼魅一样的出现在他的心灵境界深处 那是一片黑暗 是张通自己心灵中的黑暗 但现在却是和外面的黑暗连接在一起 浑灯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想要切断黑暗 但没有成功 因为黑暗连接的太紧密了 而且无比的浓郁 那就驱除心灵中的黑暗 张通冷笑一声 第一时间就运气了净化神通 开始疯狂地净化心灵深处的黑暗 浑灯也出现在最深处 亮起璀璨光芒 把心灵中的黑暗一点点地往外驱赶 不对 是一点点地明面 若仅仅只有净化神通 没有浑灯 那是做不到 但 现在 张通心灵中的黑暗在快速的减少 黑暗扭带也是在缓缓的后退 要退出张通的心灵境界 因为没有了连接点了 不过 张通一点也不敢大意 黑山能困住玄武 把玄武的彻底的压入黑暗 绝对不止这么点手段 第1056章 生生不息突破到1000 给我出来 张通在怒吼 现在他已经将心灵之中的黑暗地 净化和驱除干净 他心灵中的黑暗本来就很少 也算是他心灵中的破绽 很少很少的破绽 不管是净化之道 还是魂灯 都能净化和灭杀邪恶的负面的情绪 所以张通是找到了好的办法 把心灵黑暗都处理干净了 现在他的心灵一片澄澈 仿佛美誉 晶莹剔透 再和黑暗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入侵的黑暗纽带 也就不能扎根 直接就被驱除了出去 瞬间张通就轻松了很多 这一下他就不再畏惧着 恐怖的黑山了 其实现在他也终于明白 黑山是怎么出现在自己的背上的了 就是激发了自己心灵中的黑暗 连接到了外面的黑暗 从而汇集出了一座黑山 碾压在他的背上 这都是极为快速的过程 但也是无声无息的过程 所以张通才没能发现 你切断了黑暗纽带 玄武很惊讶的问 切断不了 但我进化了心灵黑暗 再驱除了黑暗纽带 张通淡淡的说 怎么我就进化不了 反而让心灵黑暗越来越多 玄武惊讶加疑惑的问 那是因为你的心灵本来太过黑暗 加上你没修炼一种特殊的功法 所以你才进化不了 张通说 浑灯那可是原神的最高密法 有着无比神奇的妙用 能得到这样功法的修饰很少 也只有张通因为有监控仪 才能得到古往今来任何神奇的功法 张通也才能修炼 否则今天这一关 张通也很难过去 但现在却是过得很轻松 那你试试看 能不能摆脱黑山 玄武期待的说 给我破 张通再次疯狂地轰击黑山 竟然还是没什么效果 但下一秒 张通施展了神奇的生生不息 外加大之道 和十八个合一的恐怖秘迹 全力一拳轰在黑山上 999乘以999乘以18 这倍数足够恐怖 绝对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黑山直接就轰然崩溃 化成了积粉 丝毫也抵达不住张通这恐怖的一拳 卧槽 真强 玄武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也佩服不已 他也把三千大道修炼圆满 但却是发挥不出 张通如此恐怖战力 差距非常大 现在很轻松 张通微微一笑 满脸的喜色 因为他发现 自己获得了天大的好处 净化了潜藏在心灵深处的黑暗 否则 就他自己是没办法发现的 也就没办法净化了 可见这里虽然有危险 但也有好处 能激发你的心灵黑暗 和外面的黑暗连接在一起 你当然就可以轻松找到 然后净化驱除 我似乎可以打破极限了 张通暗暗的兴奋和激动 生生不息的极限 就是999 大知道的极限 也是999 多合一的极限是18 但现在心灵彻底纯净 再无黑暗 这些极限都可以打破 咔嚓咔嚓咔嚓 三声奇异的声音响起 这些极限都被打破 999 都变成了1000 18变成了19 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哈哈 现在的我 才是绝世无双的强大 可以碾压任何强敌 张通兴奋的大笑起来 满脸的狂喜 怎么也没想到 来到这里拯救玄武 还有如此奇遇 自己的运气 真是太好了 快救我 玄武也无比的狂喜 满脸的期待 果然等来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存在 也修炼了自己创出来的本源古今 确实要比自己 还要强大很多 刚才似乎突破了一个小小的关卡 古往今来 这个关卡都没人突破 张通就是第一个突破的 给我破 张通也不耽搁 全力一拳 轰在玄武背上的黑山上 咔嚓 恐怖的声音响起 庞大的黑山 直接就崩溃开来 寸寸破碎 So 玄武马上就施展神通 用恐怖的速度 逃出了这片黑暗区域 到了有光亮的地方 而他有点郁闷的是 心灵中的黑暗 再次潜藏了起来 他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过 找到他也没办法 进化和驱除 不对 是可以慢慢驱除的 因为啊 没有和外面的黑暗 接连在一起 至于如何找到 也是能想到办法的 只要知道 心灵之中 潜藏着黑暗就行了 黑暗下面 到底是什么地方 张通飞了过来 好奇地问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来探索世界起源 就落难了 玄武说 但我猜测 应该就是黑暗的起源吧 负面情绪汇集成黑暗 估计也没什么神奇的地方了 不值得去探索 因为太多的负面情绪和黑暗 是可以污染我们的 就让这地方 留下一点点悬念和想象 否则 也太过无趣了 有道理 张通点头认可 下面还有什么 他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绝对是很危险的 因为啊 无数人汇集出来的 心灵黑暗 负能量 太多太多了 不是你个人可以对抗的 也没必要去对抗 这里的用处 就是让你发现 潜藏心灵的黑暗 若能净化 那就可以再次打破极限 成为真正无敌的存在 我拯救了你 也算是报答了 你的功法的恩情 我们就再见了 张通淡淡地说完 撕破空间壁垒 瞬间离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谢 再见 玄武冲张通离去的地方 点点头 然后也离开了这里 So 张通从神秘通道之中走出 出现在张东的面前 此时此刻 张东正在探索一处 特殊的地方 这里重叠着无数的空间 似乎潜藏了什么秘密 太爷爷 这一次我有了神奇的发现 从而让我突破了极限 生生不息和大知道 都达到了一千倍 十八合一 也变成了十九合一 张通兴奋地说 潜藏在心灵中的黑暗 张东的眼睛 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闭上眼睛 冷笑一声 很好 找到你了 给我进化 很快 他的身上就冒出了一股淡淡的黑色烟雾 咔嚓咔嚓咔嚓 张东的极限也全部突破 达到了一千倍和十九倍 不错不错 心灵圆满 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张东说 现在 就让我们去天神族看看 到底有什么强大之处 找到天神族了 张通兴奋地问 找到了 我们杀过去 张东满脸的淡然之色 第1057章 我们来征服你们天神族 咔嚓咔嚓咔嚓 张东撕开一层层的空间壁垒 就如同撕破不一样 非常轻松 张通当然就跟在后面 等着去到天神族 现在 他是有点激动和期待的 因为天神下凡 把天神族说得太强大 太屌了 诸天万界 都是天神族放弃的地方 这是有多牛啊 难道真就还有一处 隐藏着的非常庞大的世界 胜过诸天万界加起来的总和 到了 张东又撕开了一处空间壁垒 他们两个一闪而入 然后就仔细地打量 神石也是闪电一般蔓延开去 果然是一处无比美好和神奇世界 就如同一座无比庞大的宝塔 分成了99层 每一层的面积都无比庞大 约等于8个仙界 所以 总共就等于800个仙界 虽然面积上还不如诸天万界 但也足够庞大 足够一个强大的种族繁衍生息 不用担心面积不够了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仙气格外的浓郁 诸天万界没一界有这么浓郁的仙气 而仙气浓郁 出产的各种天才地宝 外加仙药都要比诸天万界好 孕育天才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仙人当然也就普遍要强大一些 果然是一个风水宝地 动天福地 怪不得天神下凡 看不起诸天万界 这世界似乎是可以搬动的 因为就是一个真正的宝塔 确实可以带回去 张东说 带回去 没必要吧 张通摸着额头 因为他已经发现 99层世界都生活着大量的天神族仙人 虽然比较空旷 还能住进更多人 若要带走 那就只能把这些人都灭杀 那他还真下不去手 无故地屠杀无数仙人 那当然不是很好的感受 没必要杀死他们 我的意思是 天神族必须融入诸天万界 带走宝塔 放在诸天万界中心处 张东说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建立家园 毕竟这里的美女还是挺多的 质量也很高 太爷爷不愧是泡妞大宗师啊 最喜欢的就是泡妞 三句话不离本行 张通哭笑不得 但当然只能同意 不可能反对 这是好事 多一个庞大的世界 就多一份乐趣 漫长的生命 也才有消遣的地方 那我们去和天神王谈谈 若谈不拢 就一巴掌拍死 张东说 嗖嗖 他们两个破空而去 很快就来到了最顶层 也就是第99层 出现在一座庞大的皇宫之前 这皇宫可精美了 绝对是天神族的杰作 好歹 你们两个外族 竟然敢来到我们天神族重殿 当然就有天神族的强者 发现他们两个 那是一个强大彪悍的天神族男性 他也只有一只耳 实际上 天神族所有人都是一只耳 另外一只不是没有 而是用密法链制成了超级厉害的法宝 刀 所以天神族的族人都擅长用刀 这世界上任何地方 我们想去就去 你们天神族也不会例外 张通伸手就捏住了这家伙的脖子 把他高高的举在空中 蝼蚁 现在你明白了没有 这天神族强者勃然大怒 疯狂地挣扎 但当然没有任何用处 甚至他放出了他的耳刀 也被张通一指头冻穿 仿佛就是泥巴做的一样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震撼至极 有点难以置信和难以接受 因为他是天神族的超级高手 真正的天道圣人级别的存在 他甚至可以无视天前 所以他可以随便回来天神族 但当然是不敢随便爆发权力 那可能会打爆宝塔世界 实际上 众多天道圣人级别的存在 都是被驱逐去了混沌 但当然仅仅就是混沌外围 至于能去内围的 少之又少 而混沌太过宽阔和无边无际 所以去了那里的天道圣人 是很难互相遇到 他们往往就在混沌 修建了自己的洞府 过着三五个好友一起生活的日子 并不是很热闹 也绝对没有诸天万节好玩 所以 欢乐世界在那么的 让那么多天道圣人级别的存在迷恋 一旦进入 就不想离去了 而天神族却不一样 就是普通的天道圣人 也是可以回来的 因为天神族有超级恐怖的存在 无视天前 无视任何规则 眼前这家伙 当然还不算顶级 他连钱十都不算 因为 他并没有把三千大道修炼完美 也就十几种而已 但也很了不起了 因为必须获得十几个倒胎才行 而无庸置疑 天神族有人能轻松的 去到太古倒胎世界 带回一些倒胎送人 天神下凡的三个倒胎 估计也就是这么得到的 并不是靠他自己的真正实力得到 好胆 又是一声冰寒的声音响起 九个超级强大的天神族强者出现了 为首的 赫然就是天神王 竟然不是男性 而是女性 非常的美丽漂亮 散发出浓浓的威严 和强大的气势 另外还有一个女性 也非常漂亮 很可能是天神王的女儿 或者后裔 因为和他有点像 不错不错 两个修炼到三千大道圆满 其余的也差距不大 张东淡淡的说 天神族的确不凡 但今天我来了 我就是来征服的 他指着天神王 傲然喝道 你愿意臣服吗 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不愿意的话 那就只能灭掉 也不等天神王回答 又指着另外一个女性 你愿意做他的女人吗 不愿意的话 也只能死 我天 这是哪来的恐怖存在 也太狂妄和嚣张了吧 天神九王都目瞪口呆了 有点难以置信 你找死 竟然敢亵渎 我们大陛下 九王勃然大怒 狠狠一巴掌 就排向张东 张东冷笑一声 伸手一抓 也抓住了他的脑袋 轻轻的一捏 脑袋就化成了积粉 元神也一起灭了 也没能复活 就是真正的陨落了 我天 浩强 其余八王都满脸的忌惮 他们就从来没见过 如此强大的存在 三千大道圆满而已 就敢如此嚣张 二王冷冷地喝道 就是那个女性 仅次于天神大王的存在 第1058章 返回2022年的地球 大结局 他交给你 张东笑道 好 张通微微一笑 也随手就捏死了手中的家伙 没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想要征服天神族 不流血怎么行 至于是不是邪恶 就不用去考虑了 修炼到他们这样的地步 早就超脱了善恶的概念 强大就是真理 你叫什么名字 张通看着天神二王 淡淡地问 沈西苑 二神王冷冷地说 你呢 又是谁 来自何处 显然 他也知道 张通强大的可怕 不敢轻易就动手 张通 来自诛天万剑 张通淡淡地说 沈西苑是吧 我知道 你也把三千大道 修炼圆满了 但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你还是投降骂 我并不想杀你 毕竟 修炼到你这样的地步 不容易 找死 沈西苑勃然大怒 再也忍不住了 马上就对张通 发起了最恐怖的攻击 呵呵 没用呢 张通冷笑一声 闪电般一探手 就抓住了他的脖子 把他提到了面前 冷冷地问 现在服气了吗 啊 沈西苑彻底爆发了 疯狂地挣扎 各种神通 也是层出不穷 但都没用 丝毫也伤害 不到张通 甚至他很快 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因为被神秘的力量禁锢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比我强大这么多 世界上 就应该没比我更强的存在 沈西苑震撼的大喊 满脸的不敢置信 这样的结果是 他不能接受的 昔日的他 和天神王天神出臣 就是天神族最顶级的存在 把三千大道修炼圆满 他们打遍诸天万剑 都没对手 镇压了无数的天骄巨拨 也称霸了无数纪元 但现在竟然出现了 两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一个直接就捏住他的脖子 他竟然躲避不开 也挣脱不了 至于其余的天神巨拨 也早就吓傻了 一个个速速发抖 恐惧至极 连沈西苑都抵达不住一招 那这少年 到底有多么强大 天神大王天神出臣 也同样呆愣当场 脸上全是疑惑和难以置信 他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强大了无数纪元 别人都是蝼蚁 但没想到 今天他们成了别人眼中的蝼蚁 你的确很强 但也强得有限 我刚刚修炼到三千大道圆满的时候 也可以吊打你 就不用说现在了 张通看着他 淡淡地说 他都已经驱除了心灵黑暗 突破了天道圣人极限 进入了另外一个 从来也没人能达到的境界 对付沈西苑 那当然很轻松 就是以前 他施展生生不息 也可以轻松打爆沈西苑 只能说 张通创造的圣药 太恐怖了 绝对是逆天级别的神通和秘迹 一起上杀了他们 其余的王者 彻底疯狂了 开始疯狂地攻击张通和张通 连天生大王也一起 甚至各种恐怖至极的法宝 顶级的底牌 也都同时施展 简直太恐怖了 似乎要毁灭这个世界 但都没有任何用处 张通和张通 就如同虎入羊群 疯狂地屠杀 仅仅十几个呼吸时间 天神族的王者 仅仅就只剩下了 天神大王和二王 不是他们太强 而是他们是女人 非常漂亮的女人 可以繁衍后裔 能优化后裔基因 在远古时代 原始人也是这么做的 男人都杀死 女人都带走 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张通和张东 各自捏住一个天神王的脖子 冷冷地问 我们其余的子民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两人几乎是同时问 就是担心 他们两个是屠夫 全部杀光 那他们就不能接受了 宁愿死 不杀 都和以前一样 不过这里 要搬去诸天万界 闭关锁国终究是不行的 会被淘汰 张东说 那我愿意 两个女人 同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他们带着张通和张东 回了皇宫 张灯结彩 恭迎他们两个 玄机就是浩大的婚礼 三个月后 他们两个都怀孕了 三年后 各自产下了双胞胎 天神族也正式搬迁 去了诸天万界 成了诸天万界 最强大的势力 但也是张家的势力 夫君我要去地球 给你升天才孩子 红秀 潜宇 胡仙 还有张通 从未来带来的天道圣人 欧阳雪宴 外加脚轻衣 都期待地要求 那我们就去我熟悉的 2022年的地球吧 张通也不拒绝 带着他们逆转时空 回到了2022年的地球 哇 这真就是一个 很普通很平凡的兴趣 没什么天地灵气 很难修行啊 但竟然可以郁郁出夫君 你这样的超级天才 红秀 潜宇 胡仙 欧阳雪宴 脚轻衣都很惊讶 这当然是因为 地球布置了神奇的大阵 张通笑道 夫君 我看到2022年的你了 你那样子好可爱啊 是真的可爱呢 竟然在做家教 赚生活费吗 他们的神识无比庞大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2022年的张通 甚至还促暇地拉着张通 出现在家教归来的张通面前 都笑盈盈地上上下下打量他 张通也感触很深地 看着过去的自己 此时的自己 真是什么也不知道 根本就没走上修行之路 知道大学毕业 没找到好工作 挖出了神秘通道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22岁的张通很是不悦 对未来的张通几人 是怒目而视 他是一点也认不出 这是未来的自己 也根本不敢想 这些绝世美女 都是将是未来的女人 好可爱啊 你看我们漂亮吗 红袖娇笑连连 钱宇 胡仙也都满脸的喜爱 无聊 22岁的张通 捏紧了拳头 眼眸之中都是怒火 特么的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富二代 带着这么多美女 无聊来调戏他 难道是王校长 不对啊 王校长没这么帅 红袖他们是何等强大 当然能听到 22岁的张通的心声 一个个乐不可知 笑得花枝乱颤 连张通都有点 憋不住笑了 赶紧拉着他们走了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我呸 22岁的张通 还狠狠地呸了一声 四个女人 又花枝乱颤娇笑起来 张通也摸着额头 有点尴尬 本书完 兄弟们 请支持农民精心准备的新书 同学还没入到 我以三千大道圆满 已经十几万字了 也在番茄 搜书名就可找到 下面是内容介绍 复印店老板张扬 携带复印机 穿越到浩瀚无边的 三千大道世界 复印机变异 有无穷妙用 丁 你复印了不死受归的长生道果 领悟长生之道 寿命增加十万年 丁 你复印了不死道地的时间道果 领悟时间之道 时间法则晋级第九层大圆满 丁 你复印了远古龙象血脉 立之道天赋暴涨百倍 丁 你复印到无敌道地的三万年 搏杀经验 丁 你复印到炼体神单一枚 是否现在服用 丁 你复印到顶级道保乾坤府一把 可以大杀四方了 从此 废才便妖孽 不用修行 不必努力 就三千大道圆满 神党杀神 佛党屠佛 天才 天骄 道地 仅仅是一颗颗 等待我收割的韭菜而已